Want to the library,去了图书馆 Yesterday, I went to the library with my friend Tom We went there by bus in the afternoon 昨天,Yesterday,这是一般过去式的标志词 动作发生在过去,我们用主语加上十一动词的过去式 Want to加地点,表示去了某个地方 Tom在这里边是一个同位语 同位语是为了补充说明前面的名词或代词 让意思更加完整 我的朋友名字叫Tom Tom是我的朋友 By bus是对出行方式的表达 By直接加交通工具 一天当中的三个时间段要用这次end There were thousands of books in the library Thousands of,成千上万的 作为技术单位的用法,我们必须要掌握 当它以复数的形式出现的时候 必须与节词off联用,表示数量巨大 后面接复数名词 但是当它前面出现具体的数字的时候 表示一个精确的数字,后面不再加s I wanted to borrow some English books I found some of them on the bookcase So I borrowed them from the library Want to do something,想要做模式 Some of them 像这样用sum of加上复数的代词或名词 表示整体当中的部分 也就是说我在众多的书当中找到了一些 I was very happy 表示当时我非常开心 是过去的一种状态 我们用主语加上必动词的过去式 觉得文章对你有帮助 记得收藏点来信 关注亲爱的老师